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十二集了 真的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对我们的支持跟疼爱 那基本上我们母女呢 由衷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这么的照顾 那也不知道说在这十二集 我们的合作当中呢 工作人员对我们母女的感觉是如何 这是其实我还蛮在意的一件事情 对不知道工作人员 你们大家觉得我们母女的主持之后 还是说我们有什么课点 你们做你们说的没关系 我们是绝对不上去的 小姐 这是我们早就已经写好了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好 早就写好了 哇塞 你先念 婷婷是在很贴心会利用自己打工的钱 去买一个戒指 戒指是这样写喔 工作人员这什么 戒指的指是手指头的指 没有写名字啊 没有啊 你们这个是对票 彩华姐非常大方 喜欢请工作人员吃东西 尤其很难排的店面 只要派彩华姐出马 很快就可以排到 沒錯 你这个小孩讲话真实在 好 这个人 我就有夸奖了 这个人 也不错 对 来 换妳 有 好 婷婷吃货无物味好像无底洞 我明明就会饱 她是会饱的 只是她会一直饿 没有是看到东西就要吃一下 看到东西就要吃 看到东西就要吃 我也不会这样 我就这样子 彩华姐太亲民 遇到粉丝来者不拒 不论什么时候拍照都不会拒绝 我爱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只要说要跟我拍照 我没在说话 我都OK 婷婷非常重视 不是瀑海的卷度 无时无刻都在夾瀑海 没错 她就是无时无刻 那个发卷都在这里 不然就是怕她的瀑海垂下来 都一直在那边夾瀑海 是啊 没办法 彩华姐补妆太久了 好像 好像没什么差 意思说 我夾薄的就对了 她就没有很心想我 真的有差 那有时候脸脸蟋蟋蟋蟋蟋 在镜头外来 妳知道吗 那没有補充不可以 我有黑包 我是王彩华 我是台湾冰淇淑 真的是 婷婷很替发通告的人着想 有时候录影和上课时间 就时间撞到一起 撞到 你也会配合协调 有时候我们录影的时间 真的不一定 本来婷婷要录影的时间 几乎都是要假日比较好 但是有时候假日人潮比较多 有时候店家也比较忙 所以会有时候改到平日 平日她又要上课 所以就要去协调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 这一点是 就是还蛮敬业的 这张 这张 如果是败的 我就把它吞下去 或是叫老闆娘 这张炒一炒下去 炒在料理里里 彩华姐很有母爱 不只是婷婷的妈妈 也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妈妈 以我妈还关心我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穿暖 真的假的 这上下 有这么温暖 对 其实这个节目我非常喜欢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每个工作人员 我们还可以有时候在 車上休息躺一下 但是工作人员却不行 他们都要一直忙东方西 然后接洽店家 有时候延避了 让店家等很久 有时候店家为了我们 没有营业 他们等我们等很久 然后工作人员就要去 去跟他们说对不起 然后道歉 然后一直 一直 跟他们拜托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 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 对我们母女的疼爱跟照顾 我们可以跟你们合作 也是我们很荣幸跟幸福的一件事情 也谢谢你们不嫌弃 然后可以 让我跟我的女儿一起主持节目 这是我 觉得老天爷给我一个很棒的礼物 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 谢谢大家 都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